电视剧《风起洛阳》以武则天时期的神都洛阳为背景 讲述了高炳竹、百里红毅、五思月三位背景不同的年轻人 为了各自的目的和追求,携手合作破获了一个阴谋 成功保卫神都太平 在最新的剧情中,十六夜自觉身亡之后,所有线索中断 然而阴差阳错却让百里红毅在牢房里遇见了李己 并且因为杀池蛇毒,注意到了来自西域的客部商队 将他们和自己父亲的死联系到了一起 经过高炳竹、百里红毅、五思月三人的配合调查 很快查出了重要的信息 客部商队每年往返神都和西域四次 他们运送的物品是北地玄珠 一种作为贡品民间禁售的高纯度消食 这些东西被运到了云翠冠 交给了天通道人炼制丹药 百里红毅在和柳七娘一起暗访云翠冠的时候 看到了当初从连山回来路上追杀自己的人 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就是春秋道的据点 天通道人很可能就是春秋道如今地位最高的掌春史 这就出现了让人不解的事情 云翠冠不惜在球签上做手脚 甚至还可以赦账 也要大量出售丹药 难道北地玄珠真的是为了炼丹敛财 显然不是 如果是为了敛财 根本没有必要用北地玄珠这样的民间禁售品 普通的消食就可以满足 正如高炳竹所言 春秋道花了那么多钱 还折损了不少暗装 不可能就为了炼丹 所以北地玄珠另有用途 丹药只是额外的产物 出售是为了收回成本 在那个时候 消食主要有四种用途 制冰 炼丹 入药 或折子 然而众所周知在历史上 高纯度的消食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那就是制造火药 而火药正是炼丹过程中意外的发现 由此可以推断出 春秋道是在暗中研制火药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三人将目光转移到北地玄珠上之前 他们一直在追查的是连山铜矿的去处 只可惜最终断了线索 查不出结果 因为不管是临川别院 还是不良景地下 都不过是掩人耳目 真正的连山高品质铜矿依旧不知去向 为了掩盖这批铜矿的去处 春秋道可以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所以铜矿的重要性一定不比北地玄珠小 把他们联系起来 可以大胆推断连山铜矿 备用去铸造火炮的炮馆 而铸造的地点就在公布 公布是春秋道非常在意的地方 当初掌丘时下令十六夜杀了百里红义 就是因为百里红义查到了公布 后来十六夜死后 没有继续追杀百里红义 一是大局为重 二也是因为百里红义没有继续关注公布 如果说连山铜矿从一开始就运到了公布 只是被挪用去了其他用途 没有用于天堂大殿 那么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春秋道和所有人玩了一出灯下黑 其实失踪的铜矿一直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 百里红义为什么会被杀害 大概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公布隐藏的秘密 所以遭到了灭口 春秋道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圣人 是颠覆王朝 那么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 武器就唯一的优势 连山铜矿加上北地玄珠 火炮一响大叶将成 优优独播放